现在是最新支持与阻力水平报告时间 我是西尼德 麦克拉弗林 这里是我们今天内部模拟测试的结果 欧元美元可以看到有限的运动 目前交易受限于R1 1.3150与SE 1.3120之间 R2带有10移动平均线与15个匹配 R3带有4个研究包括20移动平均线 最低阻力线找到7个匹配 SE可以看到13个确认 其中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下限和一个3月低点 S2得到布林带下一个12月低点和3个其他匹配的支持 S3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单一确认 接下来是英镑美元 昨日有所下跌 目前位于R1 1.6500与SE 1.6450之间 R2带有6个匹配包括一个3月低点 R3带有20移动平均线与3个匹配 最低阻力线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单一确认 SE 1得到布林带下价格通道指数下限 一个6月低点和两个其他研究的支持 其他两条支持线分别找到一个单一匹配 美元日元有所上升 目前位于R1 105.30与SE 104.90之间 R1得到价格通道指数上限 一个4年高点和3个研究的支持 R2可以看到两个确认 最高阻力线找到一个单一匹配 位于10移动平均线附近 S3可以看到12个确认 S2带有6月高点和10个匹配 SE 1得到三个研究的支持 美元瑞郎交易位于R1 0.9210与SE 0.9180之间 R1带有8个匹配 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上限和布林带上 R2可以看到三个匹配 R3得到两个研究支持 位于一个6月高点附近 SE 1可以找到15个匹配 S2得到11个确认 S3带有20移动平均线与6个匹配 这就是星期三的支持与阻力水平报告 明天将为您带来更多关键价格水平概述 再见